早安 早安 今天大家一起做這個芝士條麵包 這款麵包外皮很酥脆 裡面有很香濃的芝士味 鹹香nice 我想大家如果喜歡吃鹹的麵包 一定很喜歡這個麵包 今天做這個麵包 我們用手搓法 因為有些同學家可能沒有攪拌機 我們一起來看看 到底手搓麵包是怎樣做的 我們先搓好麵團 高筋麵粉 砂糖 乾酵母 糖 水 牛奶 我們一起來全部加在盤上 因為我們沒有使用攪拌機 所以先用刮刀 把材料撥均 最主要是令到它沒有那麼濕 讓麵粉吸了水和牛奶 讓它比較乾身 我們再用手搓 這樣會比較容易操作 麵團如果已經差不多成型 我們就可以下手搓了 我們現在先在盤上搓 主要是令到所有材料連合在一起 而且不太黏手 這個過程不需要很久 應該三四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我們做這個麵包條 口感要比較彈 所以水份相對來說是比較少 所以這個麵團不算太黏手 當你搓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整個麵團放在桌面上搓 搓之前在桌面上放一些麵粉 搓的過程其實就是把麵團推出去 最推進來 其實動作有點像以前人家用洗衣板洗衣 大概搓四五分鐘 麵團變得乾滑 就可以加入牛油和鹽 同學記住牛油需要比較軟 如果牛油比較硬的話 可以放入微波爐裡 叮一兩秒 加了牛油和鹽之後 我們重複求施的過程 就是把麵團不斷搓 這個動作我們至少要做十五分鐘 因為我們沒有機器 所以我們可能會比較用力 搓的時候 如果同學覺得累 可以把它分斷來搓 不需要一鼓作氣 搓完十五分鐘 加了牛油和鹽之後 你會覺得比較黏手 甚至乎會黏到整張桌子都黏黏 這是正常的 你只需要在桌面上 再灑一些乾的麵粉 繼續這樣搓 我們是要搓到整個麵團不黏手 麵團的表面是很光滑的 如果好像我這樣 弄到整張桌子全部黏滿了 其實你只要用刮刀 一次過刮在它就可以 所以我很建議大家 去買一張直膠墊 因為你洗的時候有方便 而且你這樣黏著 感覺比較維生 我大概搓了十八分鐘左右 跟著麵團就已經變成一團 不再黏黏黏 而且表面變得比較光滑 這個時候你也可以拿一小團出來 細細力這樣把它左右拉扯 如果可以拉出一個透明的薄膜 而且穿了孔 旁邊是沒有什麼樣子的話 麵團就已經可以拿去進行第一次發酵 如果拉不到一個透明的薄膜 其實可能因為你太大力 又或者其實你真的搓得不夠時間 這兩個原因都會令到你沒有一個透明的薄膜 好了我們把麵團稍微整理一下 動作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把它轉動 然後把邊收到底下 當你發現麵團的表面已經比較光滑 以及整個麵團是屬於一個圓形 那我們就可以放進盤裡發酵了 今天我沒有用發酵箱 直接放在玻璃盆裡發酵 在面上再鋪一層保鮮紙 焗爐開50-15分鐘關掉它 旁邊放兩杯熱水 然後把麵團放進去 發酵大概一小時 發至兩倍那麼大 手指點一些麵粉在中間多一個洞 如果它沒有變形的話 麵團就是發酵成功了 發酵好的麵團在台面輕輕拍出空氣出來 然後我們進行分割 這個份量可以做到85克8個 我們分割好的麵團用手把它搓成圓形 大家注意這個手勢 我的手可以接著爪 把麵團放在爪的中間 手不斷地轉動 你的手大概轉動十多次 你的麵團就會變得光滑和圓 搓完之後 我們要靜止15分鐘做鬆弛 鬆弛之後 我們就用麵棍 把麵團搓成一個長條形 然後翻面 再把它捲回到自己的一邊 麵團至少要搓到有30cm以上 因為你一反轉的時候 其實它會回縮的 搓了第一次之後 我們要先鬆弛15分鐘 再來我們搓第二次 收口向下面 在表面這裡先在中間按一下 在上面要鋪一點粉 再來左右壓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闊度 整個長條形的闊度 是有5-6cm 太窄的話 中間就包不到餡料了 我們搓到它 這個闊度差不多有5-6cm 可以把它反轉去 把麵團稍微搓長一點 大概20cm 搓長之後 我們可以搓中間放上芝士 如果你喜歡吃的話 可以放多一點 但是如果放太多的話 就很容易爆 你可以把闊度滑一點 然後長度就短一點 這樣裡面可以包得更多的餡料 就會吃到更多的芝士 放好芝士之後 我們就要把麵團收口 收口同學要記住 小心一定要收得很緊 否則焗熟之後 麵包會爆口 芝士就會漏出來 香港生奇麵包 就有這款麵包 我以前是很喜歡吃 但是後來的餡料越來越少 如果我們自己做的話 就可以放縱自己 可以加多一點 這個麵包焗熟之後 可以保存冷凍兩星期 吃之前在上面噴少許水 用氣炸鍋或者小焗爐 150度焗15分鐘就可以吃 如果你不喜歡表面脆的話 可以直接拿去微波爐那裡叮 噴少許水叮30秒就可以了 包好餡料之後 我們稍微把形狀整理一下 就可以把麵團放在烤盆上面發酵 因為台灣這幾天很冷 所以我也有放在焗爐裡面發酵 發質量配搭之後 在上面掃一層牛奶 如果同學想深色一點的話 也可以掃雞蛋 用這個麵團 我們可以復刻Costco 或者沙漠裡面的牛肉卷 你只需要拿一些大蔥芝士 醃過的火鍋牛肉片 包著在裡面做餡料 麵團一個改為120克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復刻版的牛肉卷 放好芝士之後就可以這個焗 預熱焗爐150度焗 20至25分鐘 我們一起看一下成品 這一款的芝士麵包條 不單可以用來做早餐 也可以用來做下午茶的點心 我敢外鬆脆來軟 而且芝士拉絲 芝士烘的你一定不能錯過 大家如果喜歡吃芝士的話 都快點試一下吧 今天示範了手插麵包的做法 我之前做過的麵包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的 只是你需要花多些時間 和氣力去插麵團 但我經常都說 我們自己吃的藥食得好一點 對身體好一點 因為你在外面買的時候 太多化學品了 因為不加化學品 或者不冷凍 麵包就很容易變硬 所以再相言相要加 也無可厚非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你幫我按讚分享和訂閱 樂童 拜拜